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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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一丝暖意 你笑什么 很好笑嘛 这么多人看着呢 气势一定不能输啊 下哑 毕竟电视上都这么演的 一旦被欺负后不反击 以后就沦为了被霸凌的对象 我将头扬起 像男人一样冷哼一声 我就笑了 你管得着吗 说完感觉还不够有气势 又补了一句 废物 周围人倒吸一口冷气 看向我的表情中 带着一丝怜悯和同情 他死定了 卓敬森不可置信地轻喝一声 随后垂眼看我 你哪个戏的 叫什么 羽毛球戏 夏树 全场爆发出一阵 意味深长的笑声 想起来了 羽毛球戏是有一个叫夏树的 据说长得比女人还漂亮 绝了呀 卓敬森将手指放在嘴边 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笑声才停住 他双手环胸 嘴角微微地扬起 你说我是废物 敢不敢单挑 你输了 叫声哥哥 好啊 你输了 你叫我哥哥 比什么 八百米自游泳如何 那肯定不行啊 去游泳 我的身份不就暴露了 不公平 你是游泳系的 总不能拿你的长版来跟人比 这样吧 我也不拿羽毛球跟你比了 比射箭怎么样 周围又爆发一阵笑声 一个留着寸头的男生 上前揽住卓敬森的肩 冲我笑道 你死定了 森哥射箭考试 全笑第一 我也笑了 我知道下述的射箭考试没及格 但我在全国的射箭比赛中拿过金奖啊 男校贴八是深得港媒标题党精髓的 不知道是谁看热闹不嫌是大 把我和他在校内对抗的事发不到了贴八上 羽毛球王子为求真爱 当众邀请校爸用剑射入 离了个大谱 但很快的贴子被顶得火热 很多人都在下面评论说要来现场观看比赛 比赛在学校的射箭馆举行 整个场馆可以说是坐无虚席 我在场上热身侧头望去 卓敬森坐在席位上 懒懒地依靠着身后的墙 透着张扬肆意又漫不经心的从容 我朝他挥手 卓敬森来一起热身啊 他微微的一震 随后装裤地拿起耳机带上 对我的招呼视而不见 瞧他那一脸傲娇的样 不给点教训 真的不知道姐姐的厉害 我们决定选30米射程 12只鉴定胜负 比赛开始卓敬森先来 第一回三只剑 全射中把心 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第二回 第三回我和他都毫不退让 似乎他比我想象中要难对付一些 他侧头扯开嘴角笑笑 是有两把刷子 但没毛 我气笑了 你毛再多也赢不了 我对准70米开外的剑把 将最后三只剑射出 全场震惊 观众席上的欢呼声 都快把我耳膜震裂了 我去 夏树竟然选了70米的射程 不说了 我去关注夏树的微博了 卓敬森在欢呼声中朝我走来 舌尖顶了顶右塞 不情不愿地叫了声 树哥 我将左耳凑过去 用最欠的语气说道 叫哥哥 大点声 哥哥 他要气疯了 我笑着轻拍他的肩膀 哎 乖了 夏树是吧 我记住你了 当晚贴吧上出现了最新热贴 校霸被羽毛球王子反攻 羞得满脸通红叫哥哥 射箭管一战 让我一夜成名 毕竟能公开地挑衅卓敬森 并将他打败的人 我是第一个 他不服说要和我单挑 来一次男人间的交流 其实也就是杨权男校一直以来的规矩 赤膊上阵 谁先把对方打到骑不来 谁就赢了 我和他打 还赤膊 我又没风 查到了他下午三点游泳队训练 我特意地去了游泳馆 不得不说 别人戴上泳帽 涌进活脱脱的小鲁蛋 但这丝毫不影响卓敬森的颜值 他站在岸边 像一条美人鱼扎入水底 健硕的四肢健美的律动 背部宽阔厚实 那长臂铺起的水花 都是性感的 和卓敬森玩的最好的寸头男 叫林书辰 比卓敬森还要忙 看到我来 就刚游到对岸的卓敬森叫声 森哥 信下那小子来了 泳池边上的人都在等着看好戏 卓敬森朝我走来 面露不屑地看着我 你还真敢来 我双手插兜 学着电视上的笑霸勾纯冷笑 你一个手下败将 我有什么不敢的 敢和我出来一趟吗 他挑眉 有何不敢 我挺着腰杆插头转身 保持念无表情 爱马 这酷帅狂眼的真泪 他跟在我身后 我刚走过拐角 眼看没人 立刻转身将他抵在墙面 他眼神有些局促 你干什么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 放在手里轻轻地抚摸 这么好看的手 不该用来打架 我会心疼的 他急忙将手抽搐 你他妈在胡说什么 我勾起他的下巴 仔细地端向他 明媚好看的五官 折得摇头 你说你好好一张脸 如果被弄伤了怎么办 我会恨我自己 我不想伤害你呀 森 他瞬间脸爆红 支支吾吾 所以你跟我作对 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对吧 你小子是会自我攻略的 我不如顺水推舟 嗯 怎么不是呢 我捧住他的脸 认真且真诚地看着他 我们不要打架 做彼此最好的兄弟 好不好 快答应我 马上 我不要跟你打架 因为我他妈打不过你小子 打不过就融入 这是我的plan B 他挣住了 兄弟 我伸出小拇指 来 拉勾勾 一百年不许变 不管卓静森已经呆成了石雕 我将他小拇指掰出 和我的紧扣在一起 再将大拇指重重地干上了账 靠 你们在干什么 我和卓静森同时回头 看到同样呆掉的林书辰 站在拐角处 森哥 我不是你最好的兄弟吗 你怎么可以和下属结为兄弟 你俩不是死对头吗 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 森哥 你别不说话呀 森哥 林书辰至今不敢相信 他就一会儿没盯紧 卓静森就跟我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许变了 他有十张嘴都解释不清 林书辰忍不住了 上前来拽住我的衣领 表情像是小孩子失去了心爱的奥特曼 你是不是因为打不过森哥 就打算接近森哥 我告诉你 有我在 没门 林书辰你小子虽然看着呆 脑子可还挺聪明啊 我心里想啥 你猜得倒是一点都没错 但我怎么可能会承认呢 我勾唇冷笑 我只是担心 我一旦出手 就有人要进医院 林书辰正住了 有些迟疑地松开了 抓住我衣领的手 哈哈 唬住了 带瓜 从游泳馆出来 我绷紧的身体一下子松懈了 扶着花坛弯着腰 大口地喘气 差点就露馅了 我滴妈 太难了 当校爸可真的太难了 人本还担心住下属的寝室 会暴露身份 但他同寝的两个男生 都谈了女朋友 基本都住在校外 但即便如此 我有时候也要回自己学校上课 平时很少住在寝室 幸好我家离学校也不算远 住家里也比在学校自由 晚上打游戏馋了 就下楼买个吃的 附近的烧烤店 挺多学校的人来吃的 半夜十一二点了 也依旧人生鼎沸 老板 牛肉面筋各五串 便太辣 好嘞 您稍等 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啤酒瓶杂地的碎裂声 转过身 一个大金链子的标型大汉 拿着啤酒瓶指着卓近森 你小子 信不信老子给你废了 林书辰拉住卓近森 算了 森哥 我没事 我走过去 将卓近森拉开 什么情况 大金链子拿着酒瓶子指我 你小子 别管闲事 不然我连你也废了 你来凑什么热闹 卓近森将我拉到身后 拳头一把击中了大金链子脸盘 大金链子身后 几个高大的黑衣男子 一下子围了过来 我轻叹一口气 看来又要打架了 我活动活动筋骨 三两下就将几个标型大汉打跑了 我连着追了他们几条街 将他们堵在巷子口 我累得气喘吁吁 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百人大钞 递给大金链子 辛苦了各位大哥 这是尾款 大金链子捂住嘴 脆了一口血 牙掉了出来 这得加钱 你也没说他这小子这么能打呀 一拳头把我上上上星期 刚做的烤瓷牙都给整掉了 我媳妇知道了 还不得让我把搓衣板跪烂了 我错了大哥 知道你背着媳妇赚点零花钱不容易 这样吧 我再给你们加点 你补牙的钱 我给你报销 大金链子 这才缓和了脸色 把钱和身后几个哥们分了分 拿着吧 搁几个 挣个钱不容易 嘴门子都紧点哦 可别让媳妇知道了 走之前还拍了拍我肩膀 以后找人演戏 这活还找你大哥哦 我靠在暗像墙壁 刚松了口气 卓静森就一脸慌张 你没事吧 林书臣气喘吁吁的跟在身后 看到我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你小子 幸好没事 我扯开嘴角 疼得呲牙咧嘴 不知道嘴边什么时候 被大哥打中了 卓静森皱了皱眉 你怎么这么忙 受伤了怎么办 我朝他伸出拳头 没事 都是自家兄弟 他微微的一震 将拳头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拳头 林书臣鬼叫着 我也要我也要 我也要跟你碰拳头 你小子还挺够意思 你这兄弟 我认了 下述你这身板也不壮啊 怎么这么能打 让我看看你的胸肌 比比谁更大 搞什么 大家都是男人 干嘛不给看 我抬眼看了卓静森一眼 他正隐忍地皱着眉头 随后将手摁住 机里呱啦说话的林书臣 你好吵 啊 森哥你又嫌弃我 路灯下 我们仨的影子被拉长 嘿 男孩子还怪可爱的嘞 我们仨彻底地 成了校园铁三角 走在路上 回头率也都高了许多 只不过在校园贴吧上 又出现了新的帖子 羽毛球王子 深夜英雄救美 一人打跑五名标形大汉 我也是罪了 我现在是校爸的拜爸子兄弟 校内的人把我的战斗力 传得神乎其神 我半夜看贴吧 都会笑得满地打滚 做男生 果然比做女生有意思哈 如果不是我自己学校也有课 估计我都能在阳泉南校 一直待下去 我学校的课程和下述的课 大部分是错开的 往而有时间重叠的课程 我就会挑着栏上 比如下述这边的应用统计学 就是我最讨厌的课 这节课 我之前大多数都是请假的 直到应用统计学考试 在考场上碰到卓敬森和林书臣 才知道他俩也选了这门选修课 林书臣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 森哥 咱有救了 之前就听说下述的应用统计学超厉害 卓敬森眼尾一挑 真的 我扯开嘴角笑笑 比珍珠还真 考试落座 卓敬森坐了我右边的位置 林书臣急了 挤着非要坐我左边角落的位置 统计老师皱眉 林书臣你怎么回事 坐后边去 非得往那极 林书臣哀嚎一声 老师您就让我坐这儿吧 我坐到后面就死定了 坐后边去 老师提了提眼镜 笑得一脸慈祥 周围人忍不住憋出笑声 考试开始 我拿起笔 洋洋洒洒地把试卷填满 嗨嗨 卓敬森倾壳两声 给我递了个眼神 我一下子一会 将卷子往他那边挪了挪 这小子抄得很快 考试结果出来了 我倒数第一 卓敬森倒数第二 林书臣倒数第三 卓敬森能比我多两分 是因为一道选择题 他抄错了 我们仨 难兄难弟都得不考 卓敬森炸了 你他妈故意的是吧 怎么写的 闭着眼盲 都比你分高吧 是你自己要抄的 我也没逼你 他气疯了 你不是说你应用 统计学的成绩很好 我可没说 他问的是下述 下述的文化课成绩 一向很好 我没说谎啊 我伸了个懒腰 静直地走在前面 身后传来林书臣的爆笑声 林书臣笑了我们一周 整整一周 考试刚过 学校就放暑假了 卓敬森他 他俩帮我从学校寝室 搬下述的东西回家 我还顺道让他们 帮我把家里的卫生稿了 毕竟下述不在家 没人打扫 房间就不用打扫了 就工区随便地弄弄就行 幸好我把房门都锁住了 不然还不得被他们发现 我少女心爆棚的公主房啊 到时候还难解释 林书臣累得摊在沙发上 望着天花板 深无可恋 夏树 你家也真够乱的 不是我说你 现在男生都要勤快点 不然到时候怎么找女朋友 我瞟了他一眼 你这么勤快 也没见你有女朋友啊 我这天天在男校训练 连女生的影都没见着 怎么找 再说了 只要哥想找 那也是分分钟 卓静森淡笑着看我俩互对 一边将沙发上的杂物归纳整齐 我眼看着他从沙发缝隙中 抽出一条布料极少的小裤裤 一下子心提到嗓子眼 这不是之前生日凉齐送我的展男套装 想起当时拆开后和朋友继续喝酒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沙发缝里了 怪不得后来找不到了 卓静森捏着小裤裤 微微地皱眉 你这怎么会有女生的衣物 我大脑快速地飞转着 要如何解释 林淑晨一下来了精神 不可置信地指着我 下属你竟然背着我们谈恋爱 还双手抱头 一副比可云还痛苦的表情 我兄弟谈恋爱了 这比杀我还难受 靠 我松了一口气 急忙扯过小酷酷塞兜里 嗨 谈了恋爱而已 也就谈了十来个吧 也没觉得有什么可说的 林淑晨要疯了 你小子凭什么 凭我帅气逼人 凭我温柔体贴 凭我成熟稳重 你们这俩钢铁直男 一天天跟弄头青似的 哪个女生会喜欢 我瞟了一眼 卓静森淡笑道 哥们 学着点 七夕前一天 卓静森给我发信息 明天七夕 要不要一起去有乐场 不去 你这单身狗凑什么热闹 多大人了 还有乐场 林淑晨说 有很多美女 我最近喜欢男的 看着对面正在输入 似乎又删除 又输入 才纠结地发过来一句话 不去就不去 逗我很好玩嘛 瞧把孩子吓的 我拿着手机 在床上笑得跟驴打滚似的 凉气一早就来我家 把我踹醒 吓呀 你还不起 再晚有乐场就关门了 是的 游乐场我超爱 七夕当天有乐场 还有烟花 简直不要太浪漫 我火速地化了个美美的妆 把假发套斋 调换上女妆 打算以辣妹的身份 好好地玩一天 毕竟做男人也挺累的 我一直觉得游乐园的迪斯科 转盘很反人类 但又觉得剧好玩 每次在场外 看别人盯成一团 我就会笑到流泪 梁气拽着我 激动地冲上前去找位置 有帅哥 一会儿你把我推他怀里 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卓静森那张帅得掉渣的脸上 有着大大的疑惑和诧异 我吓得倒吸 一口冷气 完蛋了 完全忘了他也要来游乐园玩的事了 不过还好我戴着口罩 他这傻子应该不会认出来 刚想下去 大转盘就开始颠了起来 我重心不稳 整个人被颠了出去 跌倒的一瞬间 我抬眼 对世上卓静森那双深邃清晰的眉眼 来不及了 我整个人结结实实地跪在了卓静森的跟前 双手牢牢地扒住他的裤腿 转盘跟发了风似的又颠了起来 混乱中 我的手用力地一拽 抬眼就看到了卓静森屁兜 那露出半边脸的奥特曼小酷酷 我想笑 多大了 还相信光呢 没笑出声 就又被颠了出去 一只有力的长臂将我捞起 身后熟悉清新的味道 直入鼻腔 你试下 我的心跳顿时漏了半拍 急忙推开他 吓死我了 刚站起身 却又被转盘颠回去 结实地坐在他大腿上 卓静森痛哼一声 啊 不好意思 我们以诡异的姿势颠簸着 我只求赶紧结束 不然我真的顶不住 卓静森那双眼直勾勾地盯着 我就算脸皮在后 也会变得心虚的 游戏结束 转盘还没停稳我就跑了 梁琪在身后追了半天 你跑什么 我还没机会 跟帅哥要个微信呢 我捂住胸口喘着气 别帅哥了 他说我哥学校的 喜欢男人 梁琪一脸不可置信 随后叹了口气 那可惜了 为了避免再次遇到他 我和梁琪转站水乐园 水乐园里 我最怕那个大喇叭 每次坐着充气艇 在大喇叭里滑行 都感觉自己要被抛出去 耐不过梁琪 我只好硬着头皮跟他上了 工作人员一瞅我们两个女生 就朝边上喊了句 来两个男生压一下重 有没有两男生一起的 来了来了 队伍后边走出两个高个子男生 那修长的腿 健硕的腹肌 我馋了 微笑着视线往上 我他妈要哭了 林书辰兴奋的跟个二愣子似的 朝我们走来 而卓静森眼神诧异的扫过我 我急忙用手将脸挡住 此时此刻 我身上即便穿着泳衣 也感觉自己跟裸了似的 被他扫描个透彻 但梁琪已经兴奋的不行了 连忙拽住我的手 压低声音 是刚才的帅哥 我和他也太有缘了吧 两男生往充气挺一坐 工作人员就开始叮嘱我 小姐姐你的手要抓住安全扣 中途可不能松开哦 于是我只能将手从脸边松开 洋装淡定地抓住安全扣 眼睛却始终不敢看着静森 但那道火辣辣的目光 真的会将我全身着手 林书臣这才注意到我 笑着凑上前来看了看 小姐姐长得跟我一哥们还挺像的 随后又对了对卓静森 是不是 你也觉得很像吧 卓静森没说话 梁琪率先接过话题 那我们还挺有缘的 待会加个微信吧 好啊 下次一起来玩 林书臣爽快地答应 这俩还挺配 都是二愣子慢半拍 而且还都是自来数 冲气艇顺着滑道往下滑 我连忙抓紧安全扣 紧张地闭上眼 随着冲气艇抛起的路线 心脏一抽一抽的 梁琪和林书臣 却兴奋得不行 梁琪叫我睁开眼 我眼睛刚睁开 就看到了我们正处于最高点 正要急速地往下滑 那一刻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禁不住闭眼间叫起来 恍惚中 一只温热的手突然盖在我的手上 牢牢地包裹住我的手 我的心咚咚直跳 却不敢睁开眼 恐惧也被驱散 随之而来的是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直到我们都被冲进水池里 我恍惚地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 被人一把抱住往水面拖起 我睁开眼 卓静森全身湿透 水滴顺着他的短发落入颈尖 他那双眉眼透着一丝温柔的光 薄唇清起 我急忙打断他 谢谢 你可以放我下来了 他视线往下 我的两条腿跟焊在他腰上似的 牢牢地扒着 简直丢死人了 对不起 我急忙从他身上跳下 转身往场外走 卓静森一把抓住我的手拉了回去 夏树 什么呀 你认错人了 林书辰也走了过来 看着我们之间诡异的气氛 一脸狐疑 你们这是怎么了 梁琪在一边点点头 他真不是夏树 夏树是他哥 从水乐园回来后 我的手机要被卓静森打爆了 信息轰炸更是离谱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你还有个妹妹 你也没问啊 我不信 除非你给我看看她 好困 先睡了 卓静森连夜地骑着机车到我家楼下 朝我窗户扔了一堆小石子 夏树 我无奈地拉开窗 卓静森你大半夜不睡觉 到底想干嘛 我想看看你妹妹 我看你妹呀 她在门外拍半天门 我急急忙忙地把胸裹住 套上我哥的T恤 再整理了一下假发 才敢开门 她一进门 就往屋里冲 先是冲到我哥房间 再冲我房间 确定没人之后 回头看我 你妹呢 我学着男人一样 站在门边抖腿 一脸迷茫 她和朋友出去玩 睡朋友家了 她不敢相信地俯下身看着我 嗯 素颜的我和今天的辣妹 还是有点区别的吧 她视线扫了一眼 我平坦的胸口 不屑道 睡觉还穿这么多 我乐意管得着 我去冰箱里拿了两罐啤酒 将其中一罐丢给她 瞌睡虫都被你赶跑了 整点 以前睡不早就喝点小酒 很快的就能入睡了 她点点头拿出手机 我给你点一些吃的 于是我俩大半夜 就开着电视看仓篮局 她坐在一侧 眉头紧拧 没想到你会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电视剧 小甜剧谁不喜欢啊 好喜欢岳尊这样又帅又专一的男人 她的表情更复杂了 你能能阳刚一点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 醒来的时候她抱着我 手正放在我的胸口 睡得正香 我一下子下清醒了 将她的手慢慢地挪开 跑到洗手间洗漱 正对着镜子条整假发 门外就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你他妈怎么进来的 我拉开门冲出去 夏树提着行李 一脸震惊地站在门口 我倒吸一口冷气 你别生气 听我狡辩 我给你编 几个月不见 我还想说回来给你个惊喜 结果你给我准备了惊吓 夏树气的脸都绿了 不是 我哥是怎么顶着那张漂亮的脸 发出低音泡的骂声的 我搓着一脚 支支吾吾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 确实什么都没干啊 不过就是吃了三盒绝味压薄 喝了小半箱啤酒 吃了五包薯片 看了一夜的苍蓝绝霸了 那你也不能随便地 把男生往家里领啊 我垂着头 站在我哥面前受训 卓静森将我往他身侧拉了拉 夏树 这是不怪他 是我没考虑周全 但我不是坏人 你可以放心 我哥回头看了眼卓静森说道 我认识你 卓静森 之前我去看过你比赛 就你那蝶勇 绝了 有机会切磋一下 好啊 没问题 随时找我 不是 他俩怎么聊上了 把我放在何处 嗯 你在跟我妹谈恋爱 不是的 我急忙否认 卓静森侧头看我 勾起嘴角笑笑 他说不是就不是吧 我都听他的 我哥宁紧眉头看向我 你就这么对人家 你搞霸凌是吧 我不是 我没有 当天晚上 我哥打开电脑 看到期末考试成绩后 差点把电脑砸了 他踹开我房门 将瑟瑟发抖的我从床上薅起来 咬着后槽牙骂我 下腰你怎么敢的 我文化课年年第一 你他妈给我挂了七门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真恨我自己 我怎么会答应我哥 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哥走后我躲在被窝里 弱小无助又可怜 手机传来震动 我抹掉眼角的泪水 接通电话 喂 卓静森声音一紧 怎么哭了 我哥骂我 下次游泳我 帮你虐他 心情变好了点 我换了个姿势趴在床上 透过窗 看着夜空中的月亮 真美 下腰 嗯 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那晚我吓得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躲了卓静森一周 她的电话不敢接 信息不敢回 谁懂啊 我本是疯一样的女子 我才不要谈恋爱 束缚自己 只要我没谈恋爱 全世界的帅哥都是我的 又何必绑死在一棵树上 刚睡醒脸都没洗 头也没梳 穿着睡衣下楼 我打了打哈欠 下树 有没有做我的早餐 客厅里死一样的安静 我抬眼 三个长腿男人大刺刺地坐在沙发上 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我哥把拖鞋扔了过来 你能先把脸洗了吗 林淑晨咬着吐司边摇着头 我不敢相信 我跟这个女人 做了几个月的兄弟 卓静森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满眼笑意 快去洗漱吧 给你留吃的 被三个男人盯着吃早餐 我从没觉得一顿饭这么难以下眼 我尬笑 你们不是要去游泳吗 去吧 别管我 约得下午两点还早 先打两把游戏 去吧 我来洗碗 待会给你们洗水果 在厨房洗碗 我才感觉整个紧绷的神经 慢慢地缓和下来 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 每次对世上卓静森的眼神 我总是不自觉地一开 怎么不接我电话 我手里的苹果掉落 在地上滚了滚 落在她的脚边停下 我侧过头看了她一眼 还好没有像生气的样子 就不知道说什么 让你跟我谈恋爱 你觉得为难了 她将苹果捡起 走到我身边递给我 突然靠近的熟悉气息 让我一下子紧张起来 谈恋爱多麻烦啊 感觉自由都美了 她倚靠在出台前 阳光透过窗落在她的肩上 她眼眸低垂 嘴角微微地翘起 你想要什么样的自由 我都可以给你 我有些犹豫 抬起头看她 真的吗 那我可以看别的帅哥吗 她宁谋沉默片刻 乖 咱不看 我又一次拒绝了卓静森 她似乎很受伤 那天之后 她虽然还是和往常一样 和我哥进进出出 但似乎对我有了疏离 虽然还会冲我笑 但感觉全是礼貌和客气 那泛着光的眼眸 和宠溺的笑容 倒是好久没见了 感觉怪怪的 这样的疏离 让人怪不舒服的 听林书臣说 卓静森的青雷竹马 从国外念书回来了 长得可漂亮了 手指尖都是粉嫩粉嫩的 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 森哥真是厌服不浅 我一下子八卦起来 他俩谈恋爱了 那不知道 森哥想谈 也是分分钟吧 听说那姑娘喜欢她很久了 那你替我恭喜她 终于脱单了 对了 桌上那栏地枣 你替我拿给她 说我送的 早生柜子 林书臣叹了口气 夏央你真是有言不尽啊 开学之后 我和他们见面的时间少了 不过我幸好有梁琪 这次女人跟我一样恋爱恐惧 但对全天下的帅哥 都有极大包容心 刚上完专业课 感觉用完了所有脑细胞 待会下课了 一起去公体打羽毛球啊 不去 我有约了 梁琪笑嘻嘻地挽住我的手臂 凑近我小声地说道 我恋爱了 最好的朋友恋爱了 我孤寡了 我要炸了 什么时候 和谁 怎么认识的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就那次水乐园 我和林书臣家联系方式 后来聊着聊着就 你懂啊 之前没告诉你 以为会吹 没想到 我们越来越甜 恋爱真的很像 不信你试试 再见 独自去公体 连打羽毛球 都是情侣CP 捡个球 眼神都快拉丝了 全世界都在恋爱 疯了吗 原本在家葛优堂挺好的 几个男人不在 家里零食都是我的 夏树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拿泳裤去学校 烦死了 我看去正到关键时刻呢 我边翻箱倒柜地 找到夏树的泳裤 边对着电话抱怨 你来 有惊喜 这么一说 我就不困了 枯燥的日常生活 总要来点惊喜 但我还是太天真了 从小就被夏树拿捏的我 怎么就会陷了他的血 我看着躺椅上的那一团 换下来的训练服 克制住自己想抱粗口的冲动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 夏树站在泳池边热身 弯下腰 用他那张漂亮的脸凑近我 咧嘴笑笑 因为我脸的手劲倒是不轻 怎么不算惊喜 我今天训练的球服 你拿回家洗了 这一月零花钱多给你二百 我掰开他捏我脸的手 轻轻地揉了揉 你又霸凌我 搞笑 我霸凌你 我前两天才把七门课不考完 我没找你要精神损失费 就对你够宽容了 别不知好歹 行 说不过你 我走还不行 我咬牙切齿地扭头转身 却对视上了卓净森那双深邃明媚的双眸 我刚想说什么 他身后突然冲出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子 笑起来脸颊有可爱的酒窝 和林书臣描述的一模一样 这想来就是卓净森的七枚竹马了 森哥哥你怎么走这么快 我都跟不上你了 今天说好要来为你加油 我走了上去和他打招呼 你们今天有比赛 他淡淡地回应表情很淡漠 这生气要生多久啊 他的小青梅抬眼看着我撇了撇嘴 森哥哥这姐姐谁呀 不介绍一下吗 不熟 小气包男人 不爱搭理我就算了 还装不熟 那我回家好吧 不在这儿当闲眼包了 毕竟他那小青梅 正一脸敌意地看着我 我冲他笑了笑 嗯 比赛加油啊 林书晨 卓净森脸一下沉了 我捂住嘴 不好意思 我认错人了 刚出游泳馆 天就乌泱泱地下起了雨 出门的时候比较赶 连伞都没带 注定是要冒雨前行的一天 不过说真的 这场雨下得很及时 有些烦躁的心情 也以雨滴落在身上的凉爽 变得畅快起来 我猛踩着自行车 雨大的路面上全是乌蒙蒙的水汽 急迟的小轿车硬是闯了红灯 将刚骑过人行道的我寡倒在地 车主急急忙忙地走下车 是个一脸稚嫩的男生 他吓得满脸惊恐 对不起 我姥姥生病了 我比较着急 所以就 你要不要紧 我先带你去医院吧 我看了眼擦伤的膝盖 算了 这点小伤不至于 你快去见你姥姥吧 我这点小伤 贴个窗可贴就好了 男生感激地鞠躬道谢 才迅速地上车离去 我推着自行车 一拳一拐地漫步在雨里 还真别说 这体验不是谁都能有 梁姥姥给我打电话 我就随口地提了一下腿受伤的事 这女人在电话里哭了 你好可怜啊 下腰 受伤了还要自己一个人在家 如果我不是和林书臣在外省约会 我一定去陪你 行了 心意领了 你俩好好的玩吧 我洗个澡 身上都湿了 被雨淋之后的热水澡 一下子把寒气浇灭了 只是放在客厅的手机 总是响得不停 管它呢 先冲完澡再说 但我没想到 就因为没及时地接电话 当我洗完澡走出客厅时 大门快被拍烂了 干嘛又不带钥匙啊 我没好气地开门 想跟下述抱怨几句 却对视上了 卓静森吉的通红的眼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比赛吗 你有没有受伤 我带你去医院 我伸出左腿乐了 就这点伤 还没到医院就好了 不用去 她幽深的双眸紧紧地锁着我 身上湿漉漉的 每一根发丝都在滴着水 她深吸一口气 将我推进屋里 门在她身后关上 夏阳我真的要被你逼疯了 她伸出手将我抱在怀里 力道很紧 她身上的水汽 将我刚换下的干衣服 也都弄湿了 我刚想骂人 就感觉到肩上一阵颤抖 她将脸埋进我的脖子里 温热的呼吸 夹杂着温热的液体 落入我的颈尖 我正了正 轻拍她的背 怎么了 凉气给我打电话 说你出车祸了 我打你电话 你一直没接 我还以为你 这么在意我呀 你刚才那点冷漠的 进去哪了 她无奈地扶着鹅 将我圈在怀里 我想让自己尽可能地 装得对你不在意的样子 给自己留点脸面 但我发现我做不到 一听到 你有时候我整个人就疯了 全部伪装都土崩瓦解 我他妈怎么就这么喜欢你 这感觉让我觉得很挫败 也很难受 男孩子果真很可爱呀 我双手还胸 斜着眼瞟他 你那小青梅呢 他倒是很认真的在解释 他是我邻居家妹妹 我一直跟他说得很清楚 我和他不可能 他过几天就要出国了 只是跟我到学校 看我比赛而已 我和他没别的 不信的话 我可以给你看 我和他的聊天记录 我不看 你看吧 我担心你心里有芥蒂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我不希望你不开心 面对喜欢的人 手足无措的样子 实在是让我内心发酵 甚至觉得温暖 我有点心疼他了 谁说我不喜欢你 世界好像突然变安静了 我一时的心软 让自己陷入了恋爱的泥沼 他说 为了弥补我之前去游乐场 没有看到烟花的遗憾 特意的再带我去一次 林书辰这跟屁虫也要去 所以当朋友们都知道 我俩谈恋爱后 有了一路 哟 是谁呀 说谈恋爱没意思 哟 手怎么牵一起了 他们真的好烦 卓静森侧头看我 拧开瓶盖 仰头喝了一大口水 拧着嘴笑 今天的他尤其沉稳 一点都不像平时画很腻的样子 林书辰也发现了 憋着笑对他 森哥 今天不对劲啊 装什么深沉啊 滚 我真是笑死了 故意地逗他 森哥哥 你一向都这么深沉稳重吗 我好喜欢 话音刚落他的脸连同耳朵 一下子爆红 林书辰笑疯了 拿出手机拍照 哟 害羞了 百年难得一见啊 森哥看镜头 梁七买汽水回来 一脸狐疑 我错过了什么 晚上的烟花 是我等了很久的 自从城市先烟火后 好久没看到烟花了 也就只有在游乐场 才能看到短暂的烟花绽放 但赶到观赏点的时候 前面已经乌泱泱地站满了人 我们只能站在队尾 下阳我们挤到前面去吧 前面视线好一点 梁七和林书辰挤着人群往前 但人实在太多了 加上第一束烟花在天际绽放 人群开始躁动 卓敬森在身侧揽住我的肩 将我护在身前 别挤过去了 危险 可是我在这里只能看到一点点 他看了看四周 低头在我耳边说道 我抱你看 来 下一秒他弯下腰 将我抱起来扛在手臂上 那一刹那我前方的视线一片开阔 城堡上的公主穿着水晶鞋 随着音乐旋律舞动 烟花在夜空占她一双晶晶的水晶鞋 我的少女心在那一刻爆棚 谈恋爱似乎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早 甚至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比寻常一个人多了一份快乐 例如卓敬森 他是个外冷内热的阳光大直男 嘴巴笨拙 却热烈温暖 逗弄两句还会脸红 但看他眼里迎满笑意的时候 心里想到他此刻的开心是因为我 就会觉得很幸福啊 烟花散场 卓敬森牵着我 在路灯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 哎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该不会是在我男装的时候吧 他嘴角经不住笑意 嗯 就是你抓住我的手说心疼我的时候 你小子男女通吃啊 他停下脚步 揉了揉我发顶 我当时在想 果然是女孩子啊 手这么小 这么软响牵 所以他一直在配合我演戏 这比我被电话诈骗了五百块还难受 错就错在我眉下反扎 爱他这个大骗子 看我气鼓鼓的样子 他垂眸倾笑 嗯 就连生气也这么好看 骗人的吧 好看的话为什么不亲一下呢 我们之间一下子陷入了沉默 两人对视着 空气中有股暧昧的气息在流窜 也好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突然感觉后腰被突然收紧 他红着脸俯下身 我闭上眼 只听到他小声地问了句 可以吗 嗯 下一秒 他急切地吻就落在了我的唇上 缠绵浅全 那体内的多巴啊 在满天星辰的下一夜 疯狂地滋长 番外 恋爱日常 和猝包恋爱脑的恋爱日常 你会知道什么叫百口莫辩 和同专业的学长吃了顿饭 刚好被来学校找我的卓静森看到 这家伙炸了 开始阴阳怪气 嗯 一整天都是如此 你今天和别的男人在食堂吃饭 你吃醋了 为什么不叫我 是觉得我不用吃饭吗 你吃醋了 我在等你解释 你吃醋了 我没有 然后他还补了一句 但你下次还是注意点吧 就这一件事 几天后我都快忘了 结果这家伙就是过不去这道坎 临睡前突然给我发信息 错了没 你和别的男人吃饭错了没 没 你说你错了 我一定会原谅你的 真的 我困了卓静森 你能不能别搞我了 我一找你聊天 你不是要洗澡 就是困了 你是不是觉得无所谓 是不是觉得 我连街边的狗都不如 所以我就算伤心 你也不痛不痒是吗 你是不是腻了 想分手就直说 没来的机会 就困得睡过去了 第二天醒来看手机 分手吧 还是凌晨四点给我发的 看来已经脑补了一部大戏 开始胡言乱语了 行 那户山吧 对话框显示正在输入 你还有没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没有 我不信 为什么没有 算了 还是哄哄他吧 买了卓静森 最喜欢的生煎包 去游泳馆找他 远远的林书臣 就跟看到救星一样 朝我跑来 你可算来了 这段时间 森哥真的是自闭了 天天泡水里游泳也不休息 我都担心他休渴 林书臣一头扎进水里 将狂游的卓静森 拉出水面 别游了 看看谁来了 我站在岸边 提了提手里的生煎包 上来 给你买了你最爱的生煎包 卓静森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唇边的笑比AK还难压 他双臂一撑 轻轻松松地就从泳池上按 我的视线毫不避讳地扫过他紧致的腰腹 却不好意思再往下了 我把生煎包递给他 诺 快吃 喂我 我双手抱胸 以防自己忍不住打他 你没有手吗 他一把将我拉过去 就低下头来吻我 又凶又霸道 像是在发泄 更像是无奈地妥协 两久他才结束这个吻 还捏了捏我的脸 哄我的时候 你就这么屁大脸耐心是吧 你的心眼比真眼还小 这叫占有欲 懂吗 他拿出一个生煎包放我嘴边 我咬了一口 忍不住皱了皱眉 咦 好油 他轻笑着没说话 张嘴甜滋滋地吃我咬剩下的 好像被骗上贼船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